哈囉 大家好 我是Chick 今天這期節目 帶大家看看後面幾名英靈 我在上一期節目 已經把很基本的英靈嘗試跟各位做補充 今天這期節目就廢話不多說 直接進入正題吧 在節目開始前 記得按下影片下方的訂閱鈕 並開啟小鈴鐺 每週五都會有新的動畫相關影片上傳 如果鈴鐺沒提醒 記得回頻道看看 好 讓我們遊戲開始吧 這人在Fate的故事中 基本與傳說如出一側 簡單來講就是有桃花節 臉上的那顆字 會無條件的魅惑女性 因為這緣故 她魅惑了團長的老婆 格蘭妮 這女人不顧忠貞的迪爾姆德的反對 強迫和她失分數十年 在這期間 迪爾姆德在和這名公主召跡相處下 也產生了感情 不過 忠貞的她並沒有就這樣讓團長戴綠帽 有好好的遵守本分 無奈的團長看著相愛的兩人 也只能把自己的老婆讓給她 當然 這名團長不可能忠心的祝福 因此 當迪爾姆德被野豬重傷後 團長刻意不去救她 讓她衰弱致死 以上 就是很簡單的迪爾姆德的一生 事實中 她本來想挽回自己的名聲 沒想到該死的智再次魅惑了Master的老婆 讓自己的陣營奔崩離析 唉…就算有了再一次證明忠貞的機會 但在作者的惡意下 還是重蹈復測 最終自殺而死 我只能說 可憐呢 這輪有趣的是 在傳說中 她的劍比她的槍更有名 可能因為SABA已經被騎士王站走 所以這輪只能以Lancer直接降臨 她手上的兩把槍 呃…或是說寶具 效果與傳說的一樣 一把破魔的紅槍威 長度約兩公尺 一旦用槍柄觸碰到敵人的武裝 就能消除上面的魔術強化 附疆能力等等 像是SABA的瘋王結界 身上的鎧甲 以及被四戰巴薩卡控制的武器 注意 她只能破除武器的強化 並不能像CAS的寶具一樣 能破除契約和詛咒 另一把武器 避滅的黃槍威 長約1.4公尺 被她傷害後 傷口不能被修復和栽生魔術治癒 簡單來講就是 能削減敵人的生命最大上限值 這把武器在和SABA第一次交戰 就廢了她的左手大拇指 讓她之後都不能放出必殺技 這兩把寶具有個共通的特性 那就是 不用進行真名解放 只要把綁在上面的咒服掀開 寶具能力就可以立刻發動 另外 這兩把武器在白刃戰上 效果會出奇的好 只是 也只限定在白刃戰 一旦 嗯 對 在對上光炮或是王之軍事 或是人遠程攻擊的CASTER 那這兩個效果 幾乎可以肯定是毫無用之地 這人雖然在FAT三條線路都有一定的戲份 但問題是 表現都不怎麼樣 被她直接送出場的從者 居然一個也沒有 共通路線上 召喚她的其實不是嚴峰 而是熱愛庫弗林傳說 加是也跟庫弗林有關的巴傑特 在五戰開始前八天 巴傑特就以盧恩文字的耳環為觸媒 召喚出庫弗林 並命令她出外偵察 令她沒想到的事 本以為是合作關係的嚴峰 居然趁庫弗林不在 趁機被刺 奪取令咒 就這樣 庫弗林的御主 從巴傑特變為嚴峰 在新御主的命令下 她必須和每一位從者戰鬥 獲得情報 但這個雞巴人 又不讓她發揮真實實力 讓她打得綁手綁腳 三條線上 死得比較光彩的只有FAT線 她幫Sever組 纏住吉爾加美食 長達半天之久 在UVW線 被御主下令自殺而死 在HF線 則是被真RX型和黑銀牙擊 最終心臟被奪而死 唉 可憐吶 就說運氣很重要吧 幸運只有1的下場 就是這麼可憐 她生前跟貝特有關的故事有兩個 一個是在她年幼時 不小心殺了庫林家的狗 由於這隻狗是庫林的愛犬 庫弗林因內疚而承諾 要代替狗幫忙守家 之後更立志永不吃狗肉 庫弗林這名字 其實是國王後來給她的 意思為 庫林的盟犬 在UBW線 Archa挑釁的典故就是來自這個 第二個 則是她在影之國 接受了斯卡哈的鍛煉 不但習得了武術 魔術 還得到了魔槍Gabrog 在UBW線 庫弗林就有使用 盧恩魔術 燒了整個愛犬之貝倫城 聽完她的故事 來看看她手上的武器 魔槍Gabrog 用這個武器 她能進行兩種寶具攻擊 一種是 傳刺死疾之槍 效果是 直出後能因因果逆轉 必定貫穿對手的心臟 這句話的意思是 只要用了 就算在同一時間 庫弗林自己被幹掉 但還是能殺死對手 其實呢 這把槍本來並沒有這效果的 這效果是庫弗林自己改造出來的對人寶具 讓她在白刃戰上效果齊佳 要說唯一的問題是 在本傳中 這麼強力的招式 卻完全沒有發揮出效果 共通路線上 這招被 幸運只有B&有高等直覺的Saber 直接躲掉 在與Asha對峙時 這個來自未來的作弊仔 似乎知道這玩意的射程 是中戰艦Lancer沒辦法發動寶具的位置 在HF線 則是在發動的前一刻 就被真RX型先一步用同類型的寶具幹掉 唉 再說一次 可憐呢 順帶一提 這招在面對有12條命的Basaka面前 就算能戳掉一條命 後面的11條也沒有效果 還有 在對上心臟不是弱點的敵人時也沒有用 第二種寶具 突刺死翔之槍 其實 這個才是這把槍真正的用法 它強大的迫害力 投出後能夠殲滅整個部隊 還有貫穿防禦的效果 在UBW線上 再次對上Atras 庫夫林就有用這招突破了七圓環 這招與第一種用法比 除了極微耗魔外 還要助跑到空中 再從空中對敵人進行投資 而做了這麼多準備 換取的優勢則是 有極為強大的破壞力 但不一定的殺死對手 介紹完兩戰的Lancer 各位覺得兩個打起來誰會贏呢? 呃... 我想不意外 應該都是覺得庫夫林會贏吧? 這兩人雖然在武藝上不相上下 但問題是 迪爾姆德的寶具效果太普 就算黃強威能刺傷庫夫林 但後者有強大的戰鬥巨型 自殺後還是能動 而且 庫夫林不論發動哪一種寶具 迪爾姆德都沒有防禦的手段 死極之槍雖然在本傳戳不死人 但對上同樣幸運只有1的人 不可能會失敗 在彼此不知道對方有什麼絕招的情況下 迪爾姆德也不可能知道這寶具的射程 換句話說 我想不出來庫夫林會輸的可能性 事戰的Rinder 亞歷三大三四 馬其頓王國的征服王 伊斯坎達爾 似稱亞歷三大大帝 這人的故事三言兩語講不完 所以同樣也只挑重金將 在上期節目 我說他是暴君肯定說得太過了點 他雖然東征西討 但不是走毀滅路線 他就只有 征服而已 恐怖的是 征服王在生前的戰場上從未敗北 帝國版圖橫跨了歐菲亞三州 促進了人類的文化交流和經濟的發展 被後世認為是歷史上最偉大的將軍之一 不但如此 這人不親視任何人 戰勝敵人後 還會把重要人才納入幾下 禮賢夏世以及仍有國安威嚴 讓這人得到士兵和人民的愛戴 當然 他也不是完全沒有缺點 雖然王國版圖很廣 但卻在他死後快速的分崩尼西 這表示 他只會征服 沒有在長期治理這點上下過功夫 在Fate Zero中 他希望到達世界的盡頭 親眼看看無垠之海 這點在現實上也是這樣 這人持有的寶具有二 柔令征服自打遠方 以及王之軍事 柔令征服自打遠方 是用他的武裝 飛提雷牛 神威的車輪 以及賽普魯特之劍 共同發動 簡單來講就是 用他的劍指揮他的牛 拉著他的車去撞人 痾…這樣一講好像不怎麼厲害 但其實牛車的速度很快 最高可達時速700公里 再加上戰車的大小 比大卡車還大 撞下去跟被轟炸機炸過沒有兩樣 那…為何巴薩卡被撞到沒事呢? 很簡單 他撞下去的那下並不是發動寶具 而只是單純的… 撞過去 所以破壞力沒這麼強 真的啟動寶具的 是在要去撞騎士王那次 只是…車還沒撞到 就被亞瑟王的聖劍轟個金光就是了 另一個寶具 王之軍事 能夠再現他過去軍隊的固有結界 王之軍事內的人數過萬 其中不但有英靈等級的人 也有武藝高過征服王的存在 對於像是狄爾姆德或是阿薩行這種 不能放光炮的敵人相當強力 另外 還有一種特別的用法是 一個一個叫出來打車輪戰 但這戰法沒有在故事中登場 講完了優點 再來講講缺點 先不論在廢德烈烈烈中對上英雄王的乖離劍 光是死祥之槍或是四約勝利之劍 這些人就有被殺個金光的可能性 再加上 似乎在對上非認定個體時 叫不出王之軍事來 我會這麼說是因為 在他的牛車被打爆後 尾伯有要征服王用王之軍事 但征服王卻說 對上Saber只能用上戰車 換句話說 不論是叫不出來也好 或是不想叫也好 總之 這招在使用上肯定有限條件存在 講完這些 我要補充 這邊我不是在說征服王不搶 只是在堆上一些敵人時 她的相性會比較差一點 五戰的Rider 希臘神話中著名的怪物 美杜莎 雖然出現在我們眼前的美杜莎 是個巨乳高跳的美女 但最被廣為人知的 應該是她作為怪物的一面 戈爾共 被召喚的這狀態 是原本還是女神時期的外貌 曾經是女神的她 只是因為激怒了擊敗的人雅典娜 就被詛咒變成怪物 還被流放到無形之道 她的姊姊們因為掛念她而自願跟到島上 由於三姊妹被四人視為怪物 造成英雄們不斷想去島上殺他們 然而 強悍的美杜莎 擊殺了大部分來犯的英雄 保護了沒辦法戰鬥的姊姊們 隨著戰鬥越來越多 美杜莎逐漸喪失理性 變成徹頭徹尾的怪物 最終 連她的姊姊們都死在她的手裡 從被害者到加害者 是姊姊姊姊與美杜莎相似的點 也由於熱誠的關係 小櫻才會召喚住她 美杜莎也才會對小櫻 有不像一般從者對御主的特殊感情 在武戰 她的主人有惡 如果是聖惡 她的各項能力值都會極為低落 如果是小櫻 則會有她原本的戰力 呃… 由於聖惡是主人的情況太弱了 這邊就不多討論 這名英靈 比起說她的寶具 不如說她的天生技更加凶狠 其中又以實化之魔眼尤為出眾 凡是被她看到的敵人 只要對魔力或是說魔法抗性在C以下 全部都會無條件實化 B的話要革命本身的能力 才能決定會不會被實化 A的話雖然不會被實化 但會讓被看到的人受到重力壓制 這能力強到連她本人都無法自由控制 光是這個被動 就讓美杜莎平時要用寶具將魔眼進行封印 她只有的寶具有三 第一 起因的殭神 凡是被這個殭神駕馭的神獸 攻擊力、防禦力和速度都會上升 在Fate線和HF線 她用殭神駕馭古代神獸貝勒羅鋒 以超高速度衝向Saber Fate線 神獸被Xcalibar烘得粉碎 HF線 在和四郎的七元環合作下 成功衝破Xcalibar擊倒Saber奧特 第二寶具 自我封印暗黑神殿 簡單來講就是平時戴的那個眼罩 用來限制魔眼的效果 有趣的是 這玩意本來不是這麼用的 這寶具的效果其實是 一定程度上支配別人的意思 在HF線 四郎會做沉默就是這玩意在搞鬼 目的是吸收四郎的魔力 第三寶具 他者封印 先寫神殿 事先設置好數個魔法陣 不用啟動 光是放在那樣就能吸收人類的體力 如果啟動的話 普通人類會急速溶解 注意 這裡說的是普通人類 也就是說 只要稍微有魔術知識的人 這寶具都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像是四郎、靈等人 比起說這是作為陷阱的寶具 不如說這是補石型寶具 美杜莎用這玩意補足不足的魔力 在三條線路上 這寶具都有設置在學校 只是在完全發動前 都因為不同理由被打斷 那麼 四五戰的Riner 打起來哪邊會贏呢? 沒意外的話 五戰的會大獲全勝 王之君是裡面的人 雖然不確定對魔力是不是都在C以下 但征服王本人是 就算裡頭有些人有抗系 但完全擋下是不可能的 光是美杜莎的被動 大地就幾乎束手無策 牛車和天馬對沖 兩者雖然都是神獸 但天馬有一堆被動的加護 以及被江神拉高的性能 很難想像天馬會輸 至於本人對本人 老實說 征服王在劇情中不知道多能打 但美杜莎的超高速度和被動的怪力 在肉搏戰上很難趨於下風 基於這三點 美杜莎獲勝的可能性極大 再說一次喔 不是征服王爛 是這組合的相性實在太差 四戰的Caster 百年戰爭的法國元帥 基爾德萊斯 我們在FET的Liro中看到的瘋子殺人狂 已經是發瘋後的他 這時期的他是童話故事的藍鬍子主角的原型 在他發瘋前 本是貞德的好戰友 但在貞德被抓走後 他就徹底的瘋了 執行神秘一事 崇拜、撒旦、祈求魔鬼的姿勢 全力和財富不打盡 最可惡的是 他將300名以上的兒童折磨致死 而這麼做 只是為了證明神不存在 他被抓到後 最終被除以絞刑而死 在基爾生前 勉強跟Caster扯得上關係的 只有研究煉金術 已經執行神秘一事 換言之 他並非純種的魔術師 更正確的來說 他連一點點魔術素養都沒有 在四戰能不靠聖遺物 以Caster直接召喚純粹是場意外 他本人也並非正規英靈 就有點類似五戰的阿殺行那樣 以上是設定說的 但根據我不負責任的推測 可能是兩人都是變態 才能這麼剛好地召喚出來 由於這對祖蟲太過合拍 所以雖然沒能擊倒任何對手 但對不少人都造成了不小的心理陰影 基爾本身沒有魔術才能 他的一切魔術 都是來自他的寶具 羅焉成教本 這是用人皮裝蒂而成的魔導書 能夠召喚並死意深海中的怪物 故事中出現的那些觸手海魔 都是這玩意的召喚的 另外 這本書不是一般的書 而是一個活物 本身有可以用來作為魔力如心的能力 甚至能夠無視術者本身的魔力 自行發動大魔術 第二寶具 沒了 這人雖然在動畫中很搶眼 但真實能力真的很廢 除了召喚出沒有光炮從者 才難以應對巨大海魔外 本身沒有什麼特別的戰力 五戰的Caster 希臘神話中的不幸公主 背叛魔女美迪亞 會不會叫背叛魔女一切的請命 全都來自於她被私下的 愛上不該愛上的人的詛咒 為了愛情 這人心狠手辣到 可以把自己的弟弟大蟹八塊丟入海裡 可以用詐數魔術殺死敵對者 甚至為了報復花心的丈夫 可以把自己的孩子 以及丈夫的喜歡全部殺死 神奇的是 這麼做的她 雖然背負了數不盡的罵名 但意外地卻沒有遭到報應 反而害她第二任丈夫的孩子 回到自己的出生地 合力推翻父親 建立新的國度 由於這層經歷 讓她對渣男 尤其是帥哥 毫不手軟 在Fate Stay Night中 她原本的御主就是被她用劑幹掉 後來這名御主 葛木中醫狼 則是在美迪亞奄奄一席下 偶然發生的奇蹟 這名老師好心地把她撿回柳洞室 跟她締結契約保住了她 活了這麼久的美迪亞 第一次遇上好男人 第一次覺得自己被真心對待 於是乎 她一無反顧地愛上了這男人 甚至為她擋刀也在所不惜 作為魔術師的她相當厲害 現代魔術師要消耗大量生命 才能做得結晶 她卻能不用任何忌品 更大的還不用永暢 不只如此 她找到聖杯戰爭規則的漏洞 明明身為被召喚者 卻能當其御主 叫出阿薩喜幫忙守家 要說她是最靠近魔法史的魔術師 也不回過 至於在三條路線上的分歧 Bate線 TESTER組配吉爾加美之超佳 還沒來得及做什麼 直接團滅 HF線 在重老陰謀下 美迪亞親手殺了自己的愛人兒發� 最終被SABA斬殺 最活躍的UBW線 成功奪取SABA 拐到Ultra的協助 陣營一度來到四名從這 加一名有出劍殺能力的運作 陣容相當豪華 可惜的是 太過執著控制SABA 和沒能留心到可能背叛的Ultra 最後還是全滅收場 這組人馬在這部作品也是場悲劇 無論哪條線路 最終都沒有好下場 美迪亞跟美杜莎一樣 比起寶具 她的技能更重要 像是能把柳凍式改造成神殿 用來收集魔力的 或是從戰鬥道具到日常用品到龍牙兵都做得出來的道具作成 以及就算施放大量光炮也無需永遠的高速神炎 這些技能 在一般交戰會比她的寶具更加實用 至於寶具 萬福必行破戒 武器本身雖然完全沒有殺傷力 但她的效果非常特殊 能破除被刺中者身上所施加的所有魔術 一般的強化魔術不用提 甚至連用魔力誕生的生命體都能直接消滅 在五戰 她還能破除英靈與獄祖的契約 只要戳下去 祖同關係就會消失 在HF線上的四郎 也有投影出這把武器 用來解除小鷹和聖杯的契約 進而拯救小鷹 要說這武器唯一的問題是 其實很難戳到人的 以美迪亞那身手 要正面戳中人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那四、五戰哪個Caster強呢? 光潤面白 兩個差不多爛 提出也差不多爛 換句話說 果然還是比魔術戰 美迪亞的優勢是能在天上飛 以及使用廣範圍 殲滅光炮 這兩點 吉爾召喚出再多的小怪也沒有用 如果召喚出大海怪 美迪亞很可能只要輕輕一戳 整隻還會直接BAM不見 這組就跟Rancer組一樣 我想不出美迪亞有輸的可能性 順帶一提 除非吉爾抓的是閣幕 不然人治戰法也一點用也沒有 唉 真沒想到又寫了這麼多 不過這樣也好 總算把我想說得好好說完 如果沒意外的話 這系列的最後半部要各位再等等 可能要等到10月中 下旬才能補完 這點還請各位見諒 好了 這期節目就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這系列的話 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 有什麼寫的不夠正確的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麼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